你最近一次买下的东西是什么? 现在它在哪儿? 与你买下踏实的憧憬一样吗? 它值得买吗? 我们生活的时代, 节日不再需要理由, 只要打折就是过节。 每天我们都要与购物的冲动搏斗, 捕折,买赠,返券,补贴。 但是,简单粗暴,却足够动人。 它值得买吗? 我们问的不是那些简单粗暴的理由, 而是比那些简单粗暴更加简单粗暴的事物。 它们甚至都不用谈到价格, 就足以让血压增高,让心跳起来。 它们是小时候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大玩具, 是写出动人情书的普通铅笔, 是手腕上的恒心, 只承载着体重回到十年前, 却一共也没穿几次的顶配跑鞋。 是一把琴和一场十年前错过时, 觉得再也不会重来的演唱会。 是庸俗的生活和还没有死掉的, 不为这庸俗生活而改变的努力。 是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大胆风潮。 是那些摔倒过又爬起来的人口述的故事。 它值得买吗? 当我们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, 我们是在谈论梦、青春、眼泪、冲动、理智、 伟大的科技、庸俗的生活和我们所爱的人。 唯独没有钱。 是的, 在这样一个几乎每个月都过节的时代里, 谈论什么值得买, 听起来真的好傻, 好天真, 好值得。